因为这个性品种搞出来以后是为人类服务的 干自当头 他老90多岁还在干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干 厂长总在说一句就是 科研来不得斑点食甲和不食 12月2日 全国劳动模范天津楷模 天津市换新水产两种厂厂长金万坤 因病医治无效逝世 享年91岁 金万坤养了一辈子鱼 人们称他为水产界的圆龙瓶 直到生命的最后几个月 他还在忙着召开学术会议 指导厂里的技术工作 预厂的发展要靠创新 所以每年金厂长都寝资的 泥草这个科研育种方案 他一直惦记着这个科研工作 所以就是说在住院期间 他一分钟都没限着 每时每刻都想着这个事 在8月24号的时候 他极力的要求跟大夫请假 我得回厂里一趟 我就去开一个会 开一个科研的会 然后我就回来 就是大夫打赢了 多年来 在金万坤的带领下 他的团队不仅能养鱼 还培育出了11个通过审定的水产新品种 保守估算 每年贡献养殖效益超过360亿元 直接带动5万多人就业 昔日的小鱼场已成为北方重要的淡水鱼 优质苗种生产推过示范基地 2002年进入国家 大级水产量种厂以来 到目前为止 先后培育了11个过审水产新品种 所以说我们这几个主要的品种 在市场占有率还是比较高的 年均生产了30亿绿面 累计推广到全国30个省市区 它不光是预出了新品种 给全国的养殖户 对我们企业来说 它留下了很宝贵的财户 在我的印象里就是从2018年开始 它就连续的每年 写出很多的 包括生产方面的 科技研发方面的 规范材料 技术材料 就是都是总结成了文字材料 人工孵化育苗是一项 具有深厚科学理论基础 和技术要求的研究事业 这对于当时刚刚通过扫盲十字班 摘掉文盲帽子的金万坤而言 简直比登天还难 但它没有退缩 下足苦功夫 终于在1961年 金万坤成功人工孵化 成活了100多万位育苗 让北方有了第一个家鱼繁育场 从厂长做育种开始到现在 我们总结 就是这套反育技术 已经更新了八次 就是八次的技术更新 到过去的厂长刚开始 从基因河边 就是把基因河的鱼卵 拿回家里 用棚棚棚棚棚去不化鱼苗 到现在 我们一天 可以生产 两亿到三亿尾鱼苗 这样的一个温新换代 这个生产量是什么概念 就是我们这个一天的生产量 相当于一般的省级两种厂 全年的 全年的 就是这一个生产季的 全年的生产量 总是一切的本 可以改善一个国家 让一切本来的花 跳过来 在北方也过 这是你的主题任务 感情现在 始终没听过 我的使命 就是 我能好力 与等一位人民 明镜与等待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